那个禅观它是可以多管齐下的 所以它不是只是在当下的观察而已 它很多时候它就是善用它的记忆 然后它那个记忆跟禅思 它都很熟练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 它就能够觉察到说 这个就是试运的活动 比如说你在日常生活中 你发现到你的眼睛被什么东西吸引过去了 你的耳朵被什么东西吸引过去了 然后你对于这样子不断在重复的这种活动 你有一种警觉 那你就是在观察试运 那你可以把日常生活中的这种警觉 知觉到了这样子的活动模式 你在静坐的时候再重新整理 你可以刻意把它叫唤出来 那它这个理念呢 当然最高明的禅修 它是思绪是越来越少的 可是呢像初禅 它是有思绪的 它这个思绪通通都是导向远离 导向离遇导向灭 导向放下 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念头 通通都没有的 它是可以思考的角度 你看事情的角度 它都在帮助你 正入那个向解脱的心境 然后这个传统上面观察 试运本来就是 不是说所有的人 他都能够很灵巧的做得来的 然后真的你牵扯到这种 比较维系的这个东西 一般是要敏锐一点的 或是聪慧一点的人 还容易能够看得到 就算是觉得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能够掌握 可是光是你认真的听别人解释这个思运 它其实它就是有一种很好的一种熏燃 它就会中下一种种 它就会让你在心里面的那个深处 就是更加性解 所有的活动状态 包括那种判别 那种觉知的这个功能 都要把它放下 我都要在这个功能里面的那种参与 那种参与感 我都把它平息 我都让它导向宁静 你会就是说这方面的那个方向感 会越来越清楚 然后你并不一定会有能力 能够把这方面的理解 很系统的 那种道理一样的讲出来 甚至讲给自己听 在心里面讲给自己听 你不一定有这个能力 可是在那个整个的 那个人生的那个 那个动向上面 你修行的那个方向感上面 你会越来越清楚 知道就是身心 所有的这个现象 你都要去留意 你还有没有再把它吸引 那刚刚那个老师有提到说 就好像说我们的基因 就是主线的基因 对 那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讨论的话 那它是一种本能的一个冲动一样的 情不自禁的 会去抓取你所 会吸引你的 他的这个佛法里面 他讲这个非我 这好多个层次的含义 其中的一个那个含义 就是你不管是祖先的记忆 还是是你生命的这个species 这种物种 它独特的这个记忆 还是是你过去生的记忆 他这个记忆 他都在熏染的心 他在波动的心 他在牵动的心 在这个程度上面 他就是一个记忆 我们记忆里面 已经没有办法再分 说这个是国家来的 社会来的 是祖先给我 是父母亲传递给我 父母亲小的时候 曾经跟我讲 你不要跟哪一个种族的人 玩在一起 因为那种族的人很坏 你接收过这样的这个指令 然后影响着行为 影响着你看那个种族的人的角度 那不管是什么 他都不是我 所以他已经 就是佛法他这个记忆 他不是说 全部就是从所谓的过去生 从你这一个人身上在累积的 实际上那个记忆 它也是没有办法累积 这个记忆它的本质 它就是 它不是一个忠诚的 呈现出你的过去来 它不是一个巨细迷移 然后很准确的 把你的过去记录下来的这个东西 它是由它自己一成 自己这种进化而来的这个动向 依循着它自己的那种无名 在前进着 相信说这是我的功能 功能就是帮助我储存 过去的这个咨询 那你就是被他骗了呢 它是很偏颇的 它是充满欺骗性的 你很认真在观察记忆的人 你就会发现到 它这个里面有一大堆东西 都是熏染的 都是虚构的 都是被人家哄抬起来的 这个我们人是多么容易的选择性失忆 然后多么容易的去刻意的去渲染 去放大某一部分的记忆 我家有一个五岁的小男生 那我每次在静坐的时候 他就会吵吵吵 那我是想有什么方法 把他吸引过来一起静坐这样子 五岁的小男生 他可能很难进行像这样子性质的静坐 但是你可以帮助他做一些 能够培养他禅修方面种子的活动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说一些简单的瑜伽书 比如说我们跟妈妈一起来学 做狮子的姿势 跟妈妈一起来学做猴子的姿势 这个狮子你看看他在吼叫的时候 他这个胸是特别挺出来的 屁股是特别翘高的 你在做这个的时候 你要知道狮子 他在吼叫的时候 他心里面是没有乱想的 他就是专心的在注意 他的知识有没有做对 可以利用类似像这样游戏的方式 让小孩子他能够更紧密的 跟他身体产生关联 然后去发展出一些 最基础的身体的觉知 这对于小孩子的行为 长远都有帮助 他们有那个心理学的研究 就发现到小的时候 有做这种mindfulness bodily based mindfulness 是用深念柱相关联 这种念柱的修行的方法 他们小孩子以后呢 那个智商容易高 以后他行为的那个问题会比较少 这是一个方式 然后另外就是说 你如果说小孩子在你静坐的时候 他会打扰你 五岁小孩子他应该是可以听得懂 肯定要的 你要跟他讲说 是 那你要有一些很清楚这个规则 每一天这个时间 这是妈妈要静坐的时间 这静坐时间是不能够被打扰 所以你要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 小孩子你要训练他 就起码在一个时间之内 他懂得怎么自我娱乐 他可以善用他自己想象力 然后自己会玩游戏 自己跟他的玩具互动等等 你要做到说 让小孩子一个小时不来吵你 那应该是不难的 尤其是你如果是一个 一直有制式规范的 那小孩子就是 一直生活里面有structure 这很重要 就是要给他一个structure 你不能够太随意他 就我们上一次我们曾经提起到 那个宽容跟那个严格 他的这种平衡 用在小孩子身上也是这个样子的 你一个程度上你要有 让他自由发挥 让他去犯错的机会 然后让他犯错 做错事情的时候 你要原谅他 让他感觉到说 你是一直尊重他 允许他重新开始 可是另外一方面 尤其是这个年纪的小孩子 你要给他非常清楚的规范 他已经能够接受很多的规则了 您刚刚讲到这个 室运的问题 最近有时候经常做梦 然后做到梦到一些 禅修的技巧 比如说使用雌星光 比方说 以前你不是有讲过那种过世的亲人 怎么安抚他离开 然后我就会梦到说 过世的奶奶那样子 然后我想这种算不算室运的一种 室运它是 你若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讲 它就你整个的知觉的呈现 它通通都是室运的范围里面 能够被你觉知到的 所以你能够觉知到所有的事物 包括你的内心活动 包括射受响刑 它通通都是室运的一部分 从广义的来讲 那个室运它 一个程度上 在我们肉体死亡之后 还在活动 这个肉体在一个程度 它有一点像是一个接收器 它一个程度 它制约着你的室运 可是这室运 它不是只是肉体 它不是只是肉体上面 的一个唯物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Agent Jeff 他有一个女学生 女学生两个小孩子 两个小孩子 差别很大 那个大儿子很聪明 长得很好看 人又高大 又听话 然后小的小孩子就是 做事情就是这样 幻战掉以轻心 然后那个长相啊 能力都不如哥哥 那所以妈妈就是 很明显的有偏心的这个现象 结果有一次那个大儿子 他就被大卡车压死了 那个妈妈是 悲动难以置疑 那个是没有办法形容的 那种痛苦 然后那个小孩子 没有死很久 那个家里面 很多很多的迹象就显示出 那小孩子他是没有离开的 尤其是一个年纪的小孩子 他走啊 他那个心事的那个惯性 他是他整个的世界 就是以他妈妈为中心 他所认识的世界 就是以他妈妈为主导的 那妈妈以外的世界 就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他不愿意离开那儿的 那他妈妈在哪里 他就要去哪里 所以很多那种年纪很小 过世的那小孩子 滞留在这个人世间 这个世界里面 然后这个妈妈 在屋子里面 很清楚的看到 他这个小孩子还在 等于是小孩子的魂魄 还在流连的那种迹象 而且很明显 好多件事情 他就难过 很舍不得 想说哇 小孩子就有点过世了 他都还这么样的依恋我 都还那么样的依赖我 然后就跑去找阿权权权 就跟他讲说 我希望把这个小孩子的遗体 就是把它保存下来 就是不要把它埋葬了 所以以后我死掉以后 可以跟这小孩子的遗体一起活化 等我们的骨灰能够埋在一起 你看这种爱之声 就是他希望死都能够同穴而居 然后Juan Jeff的爱人 是跟他讲 这样是不正确的 这种无名的一种欲望 你让那个小孩子 这样一直流连 对他不好 对你也不好 然后实际上 你跟他一起死 你也帮不了他的 最爱最爱的人 你说好 我爱到我们是 同年同月同日 同时间死 我们新闻上面都看到 老夫老妻 40年的老夫老妻 60年的老夫老妻 一个过世了 另外一个八小时之后就走了 如此的晴天于对方 一个过世 另外就没有求生的意志了 他就像自己的另外一半一样的 就是你以为这样子就是善终了 以为这样子两个人就能够团结了 其实不是的 那大业来时 那个大县来时 就怎么样 就各奔东西 各有各的业的 就算你能够做得到 是同一个时间死 你也没办法做到说 你在死亡之后 你自己有把握 然后不只有把握 你还有能力去帮旁边 然后而且你还要 能够是 你们是 在那样的那个境界 你还能够互相沟通 你还彼此还能够了解对方 这太多的变量 太多的不可知了 所以那就是这种愚痴的 当然Jeffs又建议他 就小孩子还是要火化 一火化完之后 那小孩子 那个闹鬼的情形就停止了 因为很多那种神事 他的那种牵流就是 他是依着他的肉体 和依着他一个吸的东西 他不肯走 你刚刚讲到那种过世的那种亲人 做梦 然后你在梦里面 你还能够记得要修此行观 这都是好的现象 那表示说你日常生活中 有做足够多的 对修行上面的关心 所以你在那个梦境里面 你都还能够琢磨 然后有的时候 有些天界的众生 或者是他界的众生 或甚至于过世的那个亲人 他真的是 他是透过梦境来跟我们沟通的 有一些当然是我们的幻觉 可是有一些是真的来跟我们沟通的 以前我就自己知道一个案例 那时候我在佛寺里面帮忙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一个先生 他一直梦到他过世的妈妈 身体泡在水里面 做这一两次梦 他就没有很留意 但是梦一直一直重复 到好长一段时间 他就是一直做同一个梦 他妈妈泡在那个水里面 冷又湿的样子 他真的太干扰他 太困扰他了 他最后就忍不住 就请人 把他妈妈的那个棺木挖出来 挖出来看那个棺木 一半都浸在水里面 就类似像这样的这种现象 就表示说很有可能 那个神势 他妈妈是还没有走 还依恋着那个身体 你看着自己的身体泡在那个 那个水里面 你的那种心里面上面延伸出来的感觉 就是感觉到你是很冷 你是很孤独的 你是很可怜的 然后他透过这种梦境 这种心电感应的这种方法 来跟自己的儿子求救 这个我的意思 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你是一个修行的人 你尽量练习 你跟你周遭的所有的生物 不管是活的死的生物 的那种连接的方式 那种沟通的方式 都在帮助他们 都在增长他们 这是他们的福报 他们能够作为你的亲人 他们能够认识你 他觉得他不一定能修行 就像你五岁的小孩子 他没有能力修行 他不懂的佛法 他没有足够人生的经验 可是他可以从他妈妈身上 获得很多那种 言教以外的那种熏燃 这个都会在他的未来 一个程度上引导着他 他就保护着他 他不一定会记得 这是从你身上获得 但是你却是 他的这些福报的来源 那这个是很难得 很尊重 很珍贵的 那这个世间上 大部分的人类 都是那种盲目的 随着自己的无名所转的 那些那个心底 有足够的清醒 所以他是以这种佛法 的这个价值观在活的 这样的人是很难遇的 所以让我们自己 也变成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的亲人 在世的过世的 他们都能因为我们而受益 面畜 不是上一次 我有听一个您的录像 是讲瘦面畜的 每个天下要去观察 那个瘦的苦乐嘛 那今天听到 讲关于食运的 那我这些方法是 要轮流使用 还是说哪一个 比较喜欢就用哪一个呢 都可以 最保守的方法就是多管齐下 这个修行里面呢 你多管齐下 你很容易就是能够 揪出你的盲点来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因为很多时候呢 你熟悉的东西 并不一定是你最需要的东西 然后你不去碰的东西 往往是因为 你对它不熟悉 所以你对它隐约 有一种陌生感 有一种畏惧感 实际上这是你很需要的 所以一个好的方式就是说 你的那个思念珠 让它互相补助 然后你去发现到 它们有连贯的地方 它们有不一样的地方 连贯的地方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在你身体上 可以观察到你心理的活动 你可以在心理的活动上面 你可以观察到你身影 身体上相应的部分 这样子这种双管齐下 这是很理想的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你可能你不喜欢复杂的方法 有的人或者是他的思绪 本来就不复杂了 你把修行解释得那么复杂 他没有办法下手 你知道教他那种最单纯的方式 那些也是例外 那这个观察实际的方法 就是每天去观察自己 自己心念当中 就是比如说又进入哪一个情境 进入到那些不同的情境当中 这样去观察吗 是的 你可以 它有好多不同角度 一个角度就是 你一直去觉察你的觉知 它的神秘 这也是一种观察的方式 那个觉知啊 它一直 实际上它那个理念 它是有一种意志在里面的 意思就是说 那个是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坐在咖啡店里面 旁边桌子的人 他们在讲他们的话 你根本没有在留意 听他们讲什么话 你在读你的书 你在看你自己的电影 他们在讲什么内容 你以为你都不知道 可是忽然之间他们讲 云绍怎么样 有人提起你的名字 忽然之间 你注意力被它带过去 那表示什么 表示实际上你的知觉 它一个程度上 它一直知道着 对方在讲什么 可是呢 那个知道的部分 它没有浮起来 到你的这个浮面的意识来 实际上心底下 它有另外一个功能 在你知觉以外的这种功能 在处理着这个外境的资讯 然后有人提起的名字 这个是因为你关心的事情 所以忽然之间你听到了 你觉知到别人正在讲你 然后我们的试运也是这个样子 它就是 它有好多好多活动 它是不是在浮面意识的 对不对 这个试运好多处理 那个事物的功能 你根本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英文是怎么学会的 你一直重复念一个字 你也不确定 你要念几次 你这个字才能够背的会 你没有办法强迫这个过程 你可以尝试在播种 你可以熏染 你可以让那个意识 去在一个环境里面活动 你一个程度的锻炼儒利作医 可是它到底它里面是 细节是怎么运作 你并不晓得 它真的是一个陌生人 它真的是一个大自然的现象 所以这是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 你一直去留意 什么东西在吸引你的兴趣 你的心它怎么样被什么东西吸走了 你的心它怎么样被什么东西推开来了 光是留意着 这就是一个试运的 一个基本的活动 为了什么东西而吸引 然后好比说我们开车的时候 你是一个假设说特别喜欢建筑屋的 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看到旁边一个房屋 它那个建筑屋那个造型 特别引起你的注意力 哇 心里马上就是 那个注意力就被吸过去 一般徘徊在那个地方 然后你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人 所以你甚至可以感觉到 心跳是加快的 旁边有一个很留意你的人 他可能会发现你的瞳孔是放大的 一个程度上的呼吸 好像被凝结住了 当你很关注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为一个事情很吸引 被它所吸引的时候 你好像是暂时忘掉呼吸 起码就是说你那呼吸 好像不是自然的在运作的 那英文里面有一个讲法说 take my breath away 你被一个人是如此的吸引 你被他吸引到什么程度 你都忘了呼吸了 当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都忘了呼吸了 这个也是观察失运 所以它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很抽象 可是你可以用一个完全不抽象的角度 来观察它 它是一个在生活里面 所有的活动 你都会看得到它的迹象 那就是我观察到这些 心被吸引或者心排斥的这种见像之后 我就发展心 对它的一种 就是dispassion是这样吗 是的 那是最高的目的是这样子 对不对 你的修行里面 你可以分成有短程的目标 中程的目标 长程的目标 你可能这个 培养出这个dispassion 培养出这个礼遇 这当然这个是向上一拙了 然后这个就是出世间的这个关键 短程或中程的目标 你有可能是说 你多留意下你失运 所以怎么样呢 你不会老是被他牵着鼻子抱 你在没有彻底解脱之前 你还是被他牵着鼻子抱 可是你不是百分之百地被他牵着抱 它对你是有吸引力的 可是它的吸引力 它不是全然地把你吞没 所以你在这里面 你还能够长长地保持你的念著 你观察失运 起码有这个好处 所以你跟那个世运 它好像多一层安全距离 多了一层离析 你不是百分之百被他绑着 那个缰绳 虽然是套在你的身心上面 可是它这里面 比较多的回转的空间在里面 你不断在里面找着 那个回转的空间 然后那种不被世运绑的 精进感觉就是什么 它是一种宁静 很安宁 它就是这种缠纳 你就更容易有政治正宁 更容易有评舍 它起码这种短期中期的修行的好处 它的目标是在这个上面 那是不是对于五个运 都应该是这种态度 都应该是要这样的态度 因为这个五个运 它的特质 它有一些共同的特质 共同的特质 它吸引你 可是它会生死 它是不稳当的 所以一旦你被它吸引了 你把它当成是自我的话 你就要跟着它生死 你就要付出无比庞大的代价 为了它不断不断的生死 那个是 还有什么是比这更大的代价 你想想看 你都好 你欠一个人人情 你对一个很感恩 你对一个人是如此爱恋 你说我为我的儿子 做牛做马 我做他的仆人 你最爱爱的那种世界 那种爱着 它最高的表现 就是我为了你 我都可以牺牲掉我的生命 我用我的命来换 来成全你 然后来保存我们的爱 然后你对五运 你是不只是卖你的命一次 你是如此全然的投入 你把你所有的幸福 把你所有的安全 全部通通都牺牲掉 通通都堵进去了 你把这个东西当作是我 可是它会一直一直让你动荡不安 它会一直是你的压力的来源 只要你还对它爱恋的的话 那这个观察时运 是不是就是四念处里面的 新念处的内行 那个四念处里面呢 它每一个念处都可以拿来 关五运的每一个运 你懂意思吗 所以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那个深念处 听起来好像是观色运 是不是 可是你可以特别强调 你在观察你的身体 那个姿势的变化的时候 它的意志的变幻 是不是 或者是 你在修学法念处 就是以佛法的系统 来检验你的身心经验 所以你可以是透过五运的角度来看 你可以是透过五盖的角度来看 你可以透过七觉知的角度来看 你可以透过四圣地的角度来看 你透过这种佛法的框框 来系统的了解你的经验 来系统的帮助你修行的提升 这个是法念处 所以四念处看你怎么用 它是可以运用到不同的运上面的 你如果你针对世运来修法念处 你可以观世运无常 你看嘛 那个十六圣形 最后四个是法念处 这四个的内容 体验无常 这个体验理欲 体验灭 体验放下 这四个步骤 你可以拿来用 在任何一个运上都可以 你可以观色运无常 针对着色运 去断掉你的爱 断掉你的欲 然后去体验到那种 因为那个 对色运的那个单子放下来之后 那个身心缓解的 不同种程度的缓解 不同种程度的释放 你那种参与感 它都瓦解那个灭 不同种程度的这种开发 这都是法念处 然后你可以用同样这个步骤 拿来针对受运来修 针对祥运 针对行运 针对世运来修 那就是说 整个这个四年珠 它修行也是一个整体了 对 它可以说是禅修的主轴 所以那个很多人以为啊 说好像四年珠 它是另外一个法门 其实并不是的 你如果看八正道 从一个角度来看 八正道它就是 八个帮助你镇定的东西 从一个角度来看它是这样的 所以最终它是导向于镇定 那镇定它是你的 它是你修行的关键 那镇定是什么 镇定是禅纳 禅纳的内容是什么 禅纳的内容 佛经里面讲的是四年珠 那四年珠 它里面又有什么内容 四年珠就是你以 四圣地的框架 来了解你的身心 它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你会有不同的解说的方法 可是在原理都有相通 然后它是互相的连贯在一起的 然后在最早期的经典里面 正念啊 正定啊 四念珠啊 禅纳啊 七觉知啊 它只是不同的方法 就是来解释同样的东西 它不是什么不一样的法门的 它不是说 你禅纳是一个东西 你禅纳是修止 四念珠是修关 它不是这样子的 最早期的经典里面 四念珠它一定是直观都有的 最早期的经典里面 禅纳一定是直观都有的 那就是说 整个这个四念珠 它修行也是一个整体咯 它不是说可以分开的 对 它可以说是禅修的主轴 所以 那个很多人以为啊 说 好像四念珠 它是另外一个法门 其实并不是的 你如果看八正道 从一个角度来看 八正道它就是 八个帮助你镇定的东西 从一个角度来看 它是这样的 最终它是导向于镇定 那镇定它是你的 它是你修行的关键 那镇定是什么 镇定是禅纳 禅纳内容是什么 禅纳内容 佛经里面讲的是四念珠 那四念珠 它里面又有什么内容 四念珠就是你以 四圣地的框架 来了解你的身心 它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你会有不同的解说的方法 可是在原理都有相通 然后它是互相的连贯在一起 然后在最早期的经典里面 正念啊 正定啊 四念珠啊 禅纳啊 七觉知啊 它只是不同的方法 几乎就是来解释同样的东西 它不是什么不一样的法门的 它不是说你禅纳这个东西 你禅纳是修旨 四念珠是修官 它不是这样子的 最早期的经典里面 四念珠它一定是直观都有的 最早期的经典里面 禅纳一定是直观都有的 就是说后面的那些 说不用禅纳的那些 是后面的一些说法 对吧 那是后代的讲法 最早期的讲法的禅纳 它完全不是说 心置于一处 然后让你什么念头都不起 都不能修官 那个佛经里面绝对不是这样的讲法 佛经里面的它那个 那个禅纳 它的那个内容是很多元的 是很活的 然后无数的经典里面都是讲 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四念珠 所以禅纳是什么 禅纳就是当你把你的心力 贯注在四念珠里面 然后所以你修学四念珠的方法 是不受到五概的干扰 因为不受到五概的干扰 所以你一边修学的四念珠 你一边体验到不同程度的远离乐 解脱乐 自觉乐 那就是禅纳 禅纳的定义就是这个样子 我在那个坦尼上都比丘的书上 看到有一个 他说有一个世俗的right view 就是mondain right view 还有一个就是超世俗的 他说有时候修禅纳 就是会修成 就是虽然说他也是以巴人道为基础 但是他是以那种mondain的right view 作为指导的 但是有时候修禅纳 他是有一种transcendental的那个right view 然后我就是担心说会不会修成那种世俗的禅纳 你可以不必要担心这个问题的原因 就是因为在最早期的经典 我现在讲的不只是原始经典 原始经典里面他也有早晚之分 然后就是所谓的早中之早里面 他的这种mundain跟supermundain跟那个差异 就是我为什么这样子讲 你说在mundain的这个level 远离浴滩 可是他这个远离浴滩 他到底是世修法还是初世修法 都有的 你远离浴滩你有可能 只是纯粹享受着这个远离浴滩 带来的轻松感 远离浴滩带来的很大很大的好处 因为我们的心有好庞大的力气 都是浪费在规划的 在那边盘算着 在那边焦躁着 跟玉有关联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这个东西 不是你主要的活动方式了 你可以有 忽然间多了好大一个区块 是可以新开发出来的 那个满足感的来源 这个部分 你如果你是一个对佛法 有一点观念的 你有这个经验 你这经验越多 你这经验越熟悉 你越会确认 说这个玉它是负担 然后你看到玉是负担 那就看到非我 佛教讲的那个我 我执 那个我 它不是什么本体 你有没有延续 这种哲学上面 佛教讲的我 就是你有没有 你的心有没有把什么东西 当着亲爱的 你的心有没有 钻进什么东西里面 去依附着它 有没有去认同 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叫做我 所以你若能够看到 欲望的过患 你就是看到 我执的过患 那些都是出世间法的 所以你只要能够 一直记得这种 这个世圣地 它的这个基础的原理的话 那么你修学禅纳的方式 它都是来帮助你解脱的 那禅纳它那个内容 它很多人都以为 说禅纳是一个工具而已 所以禅纳它是一种类似解脱 甚至是一种解脱的经验 这个为什么经典里面出处 把它形容为 圣者所承担 然后它说 如同恒河 顺俊到大海之中 那个禅纳的那个修学 是让心顺距到涅槃的大海里面 这跟后代讲法很不一样 后代认为说禅纳可有可无 禅纳只是世俗法 你看那个 《沼中之沼》的那个景点 它形容禅纳的内容 它是脱离开世间的羁绊 它是在那种高度的觉醒 在觉知着那个欲的过患 然后在这里面得到喜乐 得到那种自由的清新 然后得到那种 对自由那种向往 或是达到那种不动 它形容那些每一个特质 它都是解脱者 会呈现出来的特质的 然后那个都是在禅纳里面 你很容易跟它呼应 你如果跟《沼中之沼》的经典的话 好多经典就讲到说 有禅纳的人有解脱 有很多《沼中之沼》经典 它甚至就是你看不到 它有什么强调什么内观 它特别强调就是 你有没有礼遇的经验 你有没有过那种礼遇轻松的经验 然后从这个礼遇轻松的经验里面 得到一些统合 得到一些总结 它强调的是这个 然后你如果看一个没有受到 现在南传佛教这些观念影响的人 他就是直接去读这些早期的经典 他很容易他得到印象 就是他这里面哪一个是解脱到最关键的东西 好像是禅纳 为什么这样讲 举一个例子 你看那个佛陀 他几次在几个经典里面 他回忆起他过去自己修行的方法 他讲到的关键的地方 就是什么 就在讲到禅纳 他实验了好多的方式 他刚开始实验入定的方法 这个无所谓的触定 非常非常触定 之后又实验苦行 他等于是那个年代 在他那个环境 能够比较流行的 让他能够熟悉的那些方法 他去实验 都是困顿走不出来 就是怎么样 他就是回忆起小的时候 误打误撞的那种缠纳的体验 然后你看他那个小的时候 这个体验它是很特殊的 他不是说我误打误撞 入定那么简单 他不是这样子而已的 你看他那个故事 他是怎么讲 他说他是他的父王 那个晋范王 在春耕的时候 那个国王的象征性 他用一个破土典礼 有个春耕的仪式 然后很多农夫 就开始要耕地了 耕地的时候 他看到那个被锄头 斩断的蚯蚓 在土壤里面挣扎着 然后那个鸟 有机会 就在那边追食着这些蚯蚓 然后那些鸟 大鸟 一直吃着小鸟 然后那些农夫 在那边辛苦的 在toiling away on the field 挥洒着汗 为了要有一口饭吃 为了要他们的家庭 能够安稳 卖命 所以心里面产生出远离 他对一种生命本质 他有一种警醒 然后是这样的这种警醒 作为他的缠纳的处源 所以他在回忆起这个的过程 他不是讲说 我怎么样的专心 把注意力盯在我的鼻端上面 让禅相出现 让念头都不起来 他不是这样子的 他是对于生命的本质 有警觉 他这警觉的特质里面 他一方面有出力心 他有艳离心 他有慈悲心 他有一种 这个还不够 我要追求更高的幸福 要追求更高的自由 在这样的状态 在误导的进入禅纳 回忆起说 就是靠这个禅纳的力量 让他能够解脱的 所以在经典里面 禅纳他到底是世间法 是初世间法 他是没有讲的 然后你就真的很客观的 逐句逐条的这样去算 所有的那些讲禅纳的句子 把它形容为 是有初世间特质的 那个文句 多过于 然后把它形容为 只是一个具有 mundane nature的句子 才那它正确的理解 然后你若是 当然是 你若是一般难传讲 你就是在那边修安定 在那边追求一些 特殊的经验 什么 那当然 那这样是不够的 那就是 不是佛教讲的真理 那就不足以 成为解脱到的 可是如果是像我们讲的 这种 一远离 一离欲 一灭相遇舍 在这样的这个 心路历程里面 你体验到不同程度的 快乐 安定 那那个就是残纳 十月 那个负担 就是我的体验 就是说 如果心在对境的时候 不认同 是不是 就可以说是 就不用负担起 这个 这个 这个十月 你这个不认同 要继续开发 开发到 就是说 让那个 一丝一毫 会牵动 你的心的 那种亢奋 都不存在 对对对 一丝一毫 你会为了他的那种 对他感兴趣 然后感觉到 一丝一毫的那种 清静感 通通都断除掉 所以他真的就像 这个大自然的现象一样 他没有任何 能够推你 能够拉你 能够挤你 的潜力 对 您说的 就这个 一丝一毫 就是 有的时候 就好像是 就那个 一丝一丝的 去剥离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但是 就是 有的时候吧 老师 我有时候觉得 就是自己 身心 非常的 舒服的时候吧 那个 那个人好像 就有点傻 是不是就有点 特别 特别发 那个 发呆 那个 那个 因为你的那个 实体 你的神都已经是 收进来了 就是外表一看 人家就会觉得 你这个 很有点 痴呆 那个意思 外表痴呆 没关系嘛 是不是 内裁不要痴呆 别人把我们当傻子 也没关系 别人把我们当傻子 其实有好多的好处 你知道吗 如果不是一句话 能辙多劳 真的是很累的 你就是很能感 被人家称赞 你以为这样很好 被人家称赞 那就是你以后 你更难拒绝人家 很难 违逆得了那种人情 是不是 所以被人家当作 你很没有能力 笨笨的 不太会讲话 那你讲话 就可以更自然 对 我见到有一些 有那个口级啊 或者是 那个语言上面 障碍的人 他们很多 有共同的特质 就是什么 完美主义 他对自我有如此高的期许 他为什么自我那么高的期许 因为别人对他有那么高的期许 从小人家说 你那么聪明 那么会讲话 口才那么棒 所以你一上台 人家就是 期盼着要有一个精彩的 一个言言说 多累人啊 你要去符合这个模式 可是你内在 你不要痴呆 对 我们那个禅修 它会不同的时候 它有不同种的特质 你会看情形 有的时候 你特别需要多一点休息的 那么你那个禅修的内容 它可能是特别强调 帮助你休息 帮助你复苏 你这里面有更多的力气 是放在休息 放在享受着这种安静 可是你不要一直 停留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区块 对 你的这个休息 所以它能够 帮助你有更大的能量 贯注在那些 你该解决的问题上面 所以你要知道 怎么样的去 善用这些不同的工具 有的时候对自己要宽容 可是你不要忘了严格 这严格是对你自己好 我以前刚认识 他会很严格的 把我的问题指出来 这对一般的人而言 哇 这个人怎么那么凶 他怎么那么爱念人 我回想起来 我的这种个性 我这一辈子 受益最多的老师 都是那些严格的人 他们没有必要要得罪我的 可是他们不在乎得罪我 因为他们是如此的关切 希望我好 他不在意说 我要不要亲近他们 我要不要喜欢他 同样的那个 你对你自己的严格 真的我很希望自己好 我是如此的 不愿意 未来的我会后悔 我是如此的希望 我眼前 我现在我要的快乐 跟我未来要的快乐 它能够是尽量的一致的 所以你不会因为你眼前 这个短暂的快乐 让未来的你后悔 造成未来的你不方便 造成未来的你不快乐 所以一个高度发展的人 你说他内在和谐 他的一个内在和谐的意思就是 他眼前的这种快乐 他不会妨碍 未来的自我的快乐 而且他有一个程度上 在帮助着 那个未来的自我 所以那个感觉 你不是人格分裂的 我们人大部分人 他都是人格分裂的 眼前这种肤浅的乐 短暂的乐 他是如此的在意 他可以就是说 我不要管那个未来 我不要管那个未来的我 让他自己去负责 美国有一个很好笑的 一个卡通片 Simsons 心不生家庭 它里面有一个 很好笑的一个章节 我们Homer 其中一个男主角 就是一口气喝了一大堆的 瓦卡 喝一大堆烈酒 太太妈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 赶快要阻止他 Homer就说 This is a problem for future Homer I sure am happy that I'm not that person 这是未来的Homer的问题 我真高兴 我不是那一个 让哪一个人去担心吧 我们不要做这样子的人 是不是 我们要 现在的 我的快乐 不是建立在自己未来的痛苦上面 如果我老能观察到 我的注意力的那个 就是跑了 跑了 这个也是 就是 其实就是食欲跑了 也就是漏了 是吧 对 然后你 然后 这个时候可以做的一个技巧 你能够知道你的注意力跑了 表示你有一部分的注意力是没有跑了 对 对 所以好像是说 这个跑掉的 后面有一个没有跑掉的 注意那个没有跑掉的 尽量跟那个没有跑掉的那个在一起 这样子 这是一个方法 所以你就算是 跑掉了 你也不是百分之百跑掉 你如果百分之百跑掉 你根本就不会知道你跑掉 对 而且觉得你知道他跑了 但是不跟着出去的话 你会不觉得太累 就是 对 是的 对 一个比喻就好像是一个镜子嘛 对不对 镜子里面影像 它是变来变去 它动来动去 镜子本身 它可以不用动的 可以训练自己的觉知 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那个圣者的境界也是这样 圣者他一样会 在活着的时候感觉生灭的 感觉现象的起起落落的 可是呢 那个现象起起落落 它不会造成他内在的压迫 造成他内在挤压 我们会受到挤压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跟那个现象 黏在一起了 然后我们是如此入戏 我们都钻进去了 所以这个东西在改变 你就跟着 你就被挤压 你就感觉要压力了 我不要我的儿子离开我 我不要这个美好的东西离开 我不要这个我不喜欢的东西接近我 不是 他 我感觉就是说 他只要 他跑出去 如果他粘上了 那就是他被染了 他就是 那个食运 自身就带着那个 瘫 或者是撑 就出去的时候 那个就被占住了 是不是这样 如果 要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都不知道他们 就是正果的人 他们那个食运 能不能用啊 那个正果的人 那个食运 他一样是 依照他的法则在进行的嘛 那可是 OK 这你从两个方面来 一方面 你跟他的那种 亲爱的那种关联 已经割断掉了 所以你一个程度上 好像看着不是 不是你的一个部分 嗯 然后在另外一个部分呢 那个食运 他的运作 好大的程度是 透过跟你的互动 他才会运作成这个样子 他不是一个 百分之百 按照着他自己的议程 我们刚刚讲 他按照他的议程 可是他不是百分之百这样 他也在跟你呼应着 所以你参与的方法 你跟他连接的方法 在不断地 在重新造作着新的世运 呃 这个那个成语叫什么 既离非离啊 啊 既离非离 啊 像是连接 可是也不是连接 好像是一个 可是也不是一个 这样子 那重点不是在哲学上 去分清楚说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 重点就是说 你去看 那个心跟他怎么互动 产生出什么样的苦魄来 把那个最后一点一滴的 那个一丝一毫的 那个对他感兴趣 都把他挖掘干净 你还剩下一点一滴 那就是出国二国三国 你那个一点一滴 的兴趣都没有了 那就是四国 老师这个一点一滴 是不是引起的是那个 就是 呃 有一句话叫 围盗日损 这个这个损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是人为的 你加进去的那个东西 我我现在已经能看到这个 就是呃 你人被自己加进去了 但是这个好像 这句话的 原本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我们姑且不去论他嘛 可是就是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样 这句话可以变成有用的 在我们修行上面有用的方式 就是这样的理解他 围盗日损嘛 因为损什么 损你的那种囤积的关心 损你的那种爱 那还有一点一滴在 那个好像你在砍树啊 砍了树之后 他有根在那儿 那树还有可能会冒出心芽来啊 所以你还一点一点把那个根 一根一根一根的把它 厘清出来 把它拔出来 把它抽离出来 然后那个修行 它真的是围盗日损的感觉 对 它不是造成自我的膨胀 它不是说 哦 我的誓运变得越来越完美了 它不是这样子的 它不是说 我修行 所以我的功德越来越大了 它不是这样子 它是修行 所以你心里面会交涉的境界 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轻松 对于一般的人来讲 那种那种 那好像是这种无聊的 那种被剥夺的境界 对对 可是那个是通往涅槃之门 那里面就是全然的满足 全然的安全 全然的安乐 没有办法被限制自由 有的时候 我好像就是有那么两次 能体会到那个无作的感觉 你不要把重点放在说 你爱复制那个感觉 你就专心做你的功课 好比说继续拔除 剩下来的一丝一毫的那个爱 专心做这个这样就好了 你只要一意识到这个东西 就没有了 那就说你一意识到 就是已经是在做了 你一做它就没有了 你有刻意的那个操作 然后那个本身 那也只是一种解脱的 一种呈现方法 你不用把它当做说 那个是你达标的绝对标准 我去这个境界 不用这样子 你就是目标的方向 我要离苦 我要把那个苦的根去除下 这样就好了 然后那种涅槃的那种 无可限定的自由 它会因为你还有身心 所以它呈现的方式是多远 好像是有限的 实际上它里面 只有很多很多的滋味 它就没有办法限量 没有办法设限它的 没有办法把框架住的 它不是在什么地方的 它不是什么特别的形态的 你只要你单子一直放下来 你就会一直一直都是 你就知道你是往这个地方前进的 然后那感觉是很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